很多人都知道先秦历史那句顺口溜 三皇五帝史,姚舜宇相传 夏商与西周,东周分两半 周朝不仅分为西周和东周 东周也被分为春秋和战国 这让周朝的历史变得格外复杂 风神演绎,里面恢红的神仙打架 也给周朝建立披上一丝神秘的色彩 但是任何一个朝代的传承 都终将会迎来它的没落 周朝也不例外 风火系诸侯的周幽王 以死亡宣告了西周的灭亡 但这并不是周朝的结束 而是迎来了周平王建立的东周 孔子感慨说 这是礼崩岳坏的开始 周王室衰微,春秋纷乱不断 周幽王取悦美人,风火系诸侯 由于不守礼法,导致王室威信降低 这一点还是比较好理解的 但是周平王迁都好像没什么问题 为什么孔子说自此逐渐礼崩岳坏呢 这段历史其实并没那么简单 我们还是从周公至周礼开始讲起吧 周朝是中国第一个有明确纪年的朝代 但已经不是以德治国的上古时期了 从大宇的儿子废除善让制 立家天下建立第一个朝代下朝 到商周王纵容美女霍乱朝纲 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不断下降 到了周朝初年,如何能规范人的言行呢 周公鸡蛋采用了制定礼法的形式 上到宫廷正旨,下到宗庙人伦 建立起一整套国家和个人的行为准则 包括宗庙祭祀,诸侯朝晋,宫廷乐舞,饮食起居等 逐渐在周朝形成了礼乐文化 周幽王是西周的第十二代君王 和后世的王国之君几乎一样 昏庸无能却广泛任用贪官 朝堂昏暗,社会矛盾日益激化 他最著名的典故就是《烽火系诸侯》 周幽王特别宠爱的妃子名叫包四 为了他不惜违反礼法废皇后和太子 但包四平日里冷若冰霜,脸上没有笑容 周幽王想了各种办法,要驳他一笑 有一次烽火台出了意外 被点燃了 各地诸侯看到后纷纷率兵秦王 结果到了皇城才发现是一场虚惊 看着诸侯慌乱的样子 包四竟然笑了 周幽王这下可来劲了 只要能驳美人一笑 什么都敢做 他不顾大臣的拼死劝谏 多次点燃烽火 戏弄各路诸侯 彻底丧失了王室在诸侯国的威信 没过多久 犬戎等部落真的攻打浩京 这次无论周幽王点燃多少烽火 都没有任何诸侯前来秦王救驾了 最后的结局就是周幽王被杀 他的儿子周平王建立了东周 后来又将都城从浩京迁往洛阳 为什么迁都会是礼崩月坏的开始呢 这就要从周平王的身份来找答案了 我们刚才说过 周幽王为了讨好包四 不惜废掉了皇后和太子 将包四立为皇后 其子伯福作为太子 被废掉的皇后是申后 被废掉的太子是他儿子遗旧 这个遗旧就是后来的周平王 失宠的申后带着儿子逃离宫廷 回到娘家申国去寻求帮助 申国国君看到女儿被如此侮辱 自己的外孙竟被废掉太子之位 于是联合犬戎部落进攻浩京 这场战争导致周幽王被杀包四失踪 就这样一旧在外公帮助下登上天子宝座 然而事情并没有就这样平息下去 虽然支持周平王的诸侯不少 但也有很多诸侯并不认可他 因为他的太子地位被废 名不正言不顺 这些诸侯拥立了周幽王的弟弟 历史上称其为周邪王 两方各执一词 僵持了长达二十年 这是周朝第一次出现两王并立的局面 在政治和社会层面影响很恶劣 周王室在诸侯中的威信进一步降低 为了摆脱这种尴尬的局面 周平王做了一件不太合理法的事 那就是赋予了秦国诸侯的头衔 而且还赐予秦国和晋国大片的土地 分封诸侯变成了如此儿戏的事情 自然让个诸侯国对王室更加不满 也正是凭借秦国的忠心护卫 还有晋国、晋文侯强大的力量 周平王终于在公元前750年 成功灭掉了自己的叔叔周邪王 综上所述 周平王能够从新统一周王朝 离不开一些强大诸侯国的支持 这些支持的背后只有利益没有道义 从此以后 诸侯国对天子的尊敬减弱了 野心逐渐超越了周王室的控制 那些礼法对人心就失去了约束力 周平王东迁洛阳 根据史料的分析 其实是遭到晋文侯胁迫的结果 总的来说 周平王东迁这件事 不仅把王室的颜面扔在了地上 还是王室带头破坏礼法制度的开始 如果贵为天子都不能以身作则 怎么可能要求诸侯国尽忠指守呢 再加上之前 周幽王的烽火系诸侯 后来平王和邪王的两王病例 已经在诸侯那里失去了尊严 这才让东周进入了春秋时期的纷乱 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加在一起 就是周王朝礼崩跃坏的根源所在 我这样分析 你听懂了吗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